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梁省波的戏剧人生 梁省波曾经连任五届八和会馆主席 对于粤剧的贡献相当多 在1977年4月13日 港督麦里浩着视代表英女王 向梁省波颁售了MBE分函 用以表扬他的艺术成就和对于粤剧的贡献 这也是第一位香港艺人获得这个榮陷 在1980年6月 Candấp 同《洪泉女》率领并并售广播中 并且跟香港粤剧老官合作 亚族表现 gram清波和我们的《洪泉女》 去 Vice curso purchase 戏 consid録歌 是公主昂鞠马 其实当时梁省波已经患了癌症 他患的是腸癌 而且当时他是做了手术 但也不阻止他这个演出 他在这个演出里是带着尿袋来演出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公开表演 由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 梁省波是多么专业 多么敬业 在1981年2月12日 梁省波因为大腸癌 女医无效 病逝 对了 享年就是73岁 在2月17日 梁省波就在万国殡仪馆出品 采用佛教仪式 遗体 火化之后就安放在屯门青山的青虫馆 在那里 他就可以跟他的爸爸妈妈合作在一起 跟着我们就讲一下梁省波的表演艺术 和他的风格 梁省波最厉害是什么呢 就是爆肚了 作为一个专专业 作为一个丑生王 梁省波当然擅长这个搞笑 他最突出的表演方式 就是他会随时不按剧本 顺口就爆肚了 就是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是不经意的插科打运 往往 这些爆肚 会令到观众 绷缚大笑 他的爆肚手法 本来都是用于 粤剧表演的 后来他就将这些功夫 这些手法 带到他电视的综艺节目 《欢乐今宵》里 令到 电视观众亦都可以分享到他这个 这个爆肚的欢乐 在粤语电影里 梁省波擅长于 扮演一些鞋角的角色 他正于利用 他的面部表情 说话的节奏 以及他的身体 他的形体的动作 来演活这些鞋角的角色 由于他的演技出色 往往 就能够反客为主 令到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时比这个主角更加抢镜 由于他的鞋角 造型 深入民心 更加发展成一系列的外脑 外脑 系列的电影 以及《乌龙王》系列的电影 外脑电影系列 包括有些什么呢 就是1952年的外脑拜寿 1953年的外脑嫁女 1957年的外脑欲贵 以及外脑添丁 而至于《乌龙王》的电影系列 就包括有 1955年的 《红运起当头》 1960年的《乌龙王》发达记 《小宝宝》七戏《乌龙王》 以及《乌龙王》 《飞来艳福》等等 另外 梁省波也演出过一系列的南北电影 什么叫南北电影呢 就是包括以下这一群 是1961年的南北和 1962年的南北一家亲 1964年的南北喜相逢等等 当中在这些南北系列电影里面 梁省波一般来说就是飾演广东佬 另外就有一个叫做刘欣甲的演员 多数扮演这个外光佬 看惯语长片的都知道刘欣甲是谁了 即是我们口中的撩嵩佬 两个就借着一些语言沟通的误会 就经常都搞出很多笑料 从而就令到那套戏就相当精彩好笑 接着我们就讲一下 梁省波的家庭状况 梁省波的太太就是顾文娟 顾文娟是1916年出生 就出于2008年9月15号 那他们就有三个儿子 四个女儿那么多 那大儿子呢 就是叫做梁乃孽 那他就去英国留学之后 就回到香港 他是独医的 回到香港就做医生 其中 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之中 他有三个女儿 都是做娱乐圈的 都是知名的艺人 好 哪三个女儿 那我们下次再跟大家 讲 暂时讲到这里又买个关子 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 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N 与阿Lang 频道 多谢 我们下条片继续跟大家分享 梁省波的戏剧人生 好 下集见 拜拜